为纪念意外去世的男友 女子托人将其骨灰做成瓷器 烧制过程发生意外 瓷器表面竟出现一张鬼脸 此后女子身边怪事频频发生 这一切的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今天莫为给大家带来一部国产悬疑篇 古词 大漂亮有个十分爱她的男友 但因为工作问题 两人经常异地 只能靠视频保持联系 这次男友出差回来 说想带她一起旅游 入住酒店收拾行李的时候 大漂亮发现男友偷偷准备了戒指 在海滩玩的时候 她忍不住给闺蜜小美塞了一嘴口粮 可到了晚上 精心打扮过的大漂亮怎么也等不来男友 等大漂亮找到男友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发生意外离世了 回家后 大漂亮天天看着男友留下的视频 突然她想起来 以前男友说过 假设她过世 希望能把骨灰做成瓷器 这样就可以一直陪着她了 于是大漂亮拉着小美找了许多家瓷器店 被人赶走好多次后 他们终于找到叫小帅的青年 这人曾经帮别人做过骨丝 看她有经验 大漂亮才放心把男友的骨灰交给了小帅 虽然小帅成功做出了古词花瓶 但过程出了点意外 这花瓶的一面竟有一张惊悚的鬼脸 由于太想念男友 大漂亮还是把花瓶放在了家里 可这之后 她身边就经常出现怪事 花瓶的鬼脸那面 总是自动对着她 睡觉醒来还会发现花瓶就在身边 一天公司聚会 大漂亮突然恶心干呕 她暑假日子 发现正和男友那天能对上 于是她买了燕运棒 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 能留下男友的孩子 这把她高兴坏了 下班后 她买了许多婴儿用品 回去给花瓶看 仿佛这个花瓶就是她男友一样 过了一会儿 闺蜜小美过来看她 半夜小美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大漂亮不见了 她起床看到大漂亮 正抱着瓷器 喃喃自语 这把小美吓了一跳 又过了几天 知道大漂亮恢复单身后 公司的领导对她发起了追求 可心念着男友的大漂亮 根本无心接受新人 当晚领导回家的路上 就被一个黑影袭击了 此后领导看见大漂亮就躲 一个爱慕大漂亮的男同事 就不信邪 对大漂亮也是各种献殷勤 当晚回家路上 车子就无缘无故爆胎了 她下车查看的时候 一双血色的双手将她拖进车底 这事的发生 让公司同事都确认 大漂亮身边闹鬼 一个个都开始疏远大漂亮 一次意外 大漂亮受伤进了医院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她并没有怀孕 闺蜜小美告知大漂亮后 她一时无法接受 躺在病床上大哭 之后小美从电视发现 曾有一批假烟运棒流入了市场 大漂亮用的 很可能就是这批假货 再后来做古词的小帅找到大漂亮 说她曾看到小美 鬼鬼祟祟去了一个出租屋 她偷偷地拍到了一些屋子里的照片 大漂亮看后发现 这和男友视频的时候背景很像 两人想办法进到了出租屋里 大漂亮在这看到小美和男友的合照 原来男友和她交往的同时 也在和小美交往 了解真相后 大漂亮崩溃大哭 小帅见状 扶着大漂亮回家休息 在烧水的时候 小帅被人用花瓶砸晕了过去 大漂亮见小帅许久不回 便起身寻找 突然他被人用带子蒙住了脸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人绑在了椅子上 面前有一个手机 里面播放着男友给自己道歉的视频 此时小美也被绑在椅子上推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美的追求者干的 这人是个变态 小美一直看不上他 一次变态发现小美做了大漂亮男友的小三 这让他由爱生恨杀掉了他男友 还袭击了大漂亮的追求者 他还告诉大漂亮 小美早就用狗的骨灰换掉了他男友的骨灰 他做这一切为的就是报复小美 为了拯救二人 小美假装向变态求饶 变态想跟小美一起 又怕大漂亮报警便要灭口 为救大漂亮 小美奋力撞倒变态 自己中刀身亡 之后做瓷器的小帅赶来 打晕了变态 大漂亮这才得救 故事最后 大漂亮和小帅走到了一起 他还让小帅将闺蜜和前男友的骨灰 做成了瓷器拿去展览 我只能说 这脑回路还真是清奇 看来平时交友还是要谨慎呀 各位看完点个赞 狐朋狗友都退散 沐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沐薇 咱们下期再见